港股今個星期先升後回 二萬二關不而復失 星期五跌幅加劇 全個星期累跌72點 國資表現更差 全個星期計累跌超過70點 跑輸大市 大市轉弱 有專家認為下星期港股仍然調整 到這個星期就應該下頂 民主局當然不加息 但也沒有進一步行動 到英國暫時都沒有什麼行動 日本好像行動比雷星大2點少 但都已經定了 既然這樣的話 這方面的衝擊 我想都未必可以給大家很多的助力 既然加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港股應該行禮 但是都會受到一些壓力 但是去到哪個水平呢 我覺得兩萬一千五應該都有這麼重的支持 匯豐的業績我覺得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無論它比市場好一點 或者不快一點都好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看一下 雲球對於這些國際性銀行的營運 那個處境如何 中國的PMI 影響的確是比較重要一點的 因為中國的不是增長如何 現時我們覺得內地政府 都不會太大力度去潛入經濟的 所以我們都需要看到PMI 起碼是就算不是這麼多 都要比較穩定的水平 不要繼續惑化 如果不繼續惑化的話 我們就拖累了這些股 從而現時都拖累了廣告 所以就是 比較來說 匯豐比較次要一點 我們看看美國的預言力 和中國的PMI應該更關鍵 至下星期的市場焦點 會是內地的PMI公佈 而美國也會公佈7月就業報告 港股方面 市場焦點會在匯豐放榜 恆生、中電等股份也會出業績 Full�리 Full�리 Full ад Full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